好一開始就來看到博敖論壇 正是亞洲發出了共同的聲音 亞洲人可以關亞洲市域外國家 幹嘛來挑釋呢 來看到博敖亞洲論壇主題是 亞洲跟世界共同的挑戰 共同的責任 他也提到 中國大陸2024年 實際GDP增長5% 然後亞洲的部分成長率4.5 真的蠻不錯的 占全球比重49 所以李寶東秘書長就說了 我們要對外部擾亂亞洲企圖 堅定說不 趙樂際他說 呼籲亞洲國家共同反對霸道還有霸權 哈薩克總統說 真的亞洲很多機會 多米尼亞總理也說 中國大陸創造了經濟奇蹟 也為全球發展事業做出貢獻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 現在講到亞洲 真的是比較亂的地方 是南海這個局勢 所以亮哥你怎麼看 這個博敖論壇 然後印尼當選總統 普拉伯沃訪問中國大陸 也要跟習主席 李強這些見面等等的 然後菲律賓這邊不斷鬧 所以現在胡錫進說 菲律賓你找死我們會成全 這事實上就是美國在亞洲 搞的都是軍事結盟 大陸在亞洲做的都是經貿 共共贏 這個趨勢我認為會持續蠻久的 你不要以為這個 這個大概是我們講到的第二輪第三輪 我覺得這十年可能都會講到這些 跟科技戰一樣 一直到他發現沒用為止 一直到沒用為止 事實上你知道 普拉伯沃要去中國 然後李強會去訪馬來西亞 對啊 所以你看他訪問到越南 也剛剛有國事訪問 是 所以即使是東南亞內部 你也看到印尼 馬來西亞跟越南 他就是走經濟合作這一個路線嘛 那菲律賓 你未來一個月還會一直聽到他的新聞 因為太多事情了 美國就要拉菲律賓跟日本去美國訪問 因為4月11號岸田要去美國國會演講 小巴可是要一起去 所以他最近肯定要做出一點成績 不然大家看不到他的可見度 然後4月大概第三個禮拜左右 這個肩並肩的軍演就開始了 那美國大概要來一萬兩千多人 是啊 菲律賓要投入將近六千人 所以也是一個 反正就年度美飛最大的演習啦 然後也聽到AUKUS要拉日本入會 所以坦白講這個美飛 美日飛啦 那我當然是希望沒有台啦 對啊 不然就是美日台飛啦 就是從東海一路台海到南海 南海就山海 就拉一條線 這個第一島鏈 這個應該就是美國的籌畫啦 就是因為他也找不出什麼題目 因為他也沒有辦法提供亞洲國家經濟發展的大的機會 沒有 基建也不行 然後也沒有開放 難啊 對啊市場不開放 真的很難啊 要承諾到菲律賓投資10億美元 現在也還沒看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不幸啦 因為美國在亞洲事實上是慢慢慢慢的在走向示威 可是那個過程也會有相當的時間 因為畢竟過去整個亞洲就是美國主導 對 那中國大陸是透過東盟加1 東盟加3到RCEP 那開創出一個新的天地 可是基本上有共同防禦條約的都是美國 美飛啊 事實上你現在聽到的 要嘛就是 這過去有共同防禦條約叫台灣嘛 對不對 對很久以前 那現在還有的就美國韓國 對 菲律賓澳大利亞 對不對 所以 就是完全都是軍事邏輯啦 那 這也不是短期內會改變 不會 就是 一定要到中國的軍力 明顯讓大家覺得這個 不能再搞下去了吧 嗯 會傷到美國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我們就講說 兩權相爭總是要到了那個點上 我們 就叫Tipping Point 對 總是要到那個點上 大家才發現這個恐怕搞不下去了 嗯嗯嗯 事實上 目前比較大的轉折點是俄羅斯嘛 是 就是 烏克蘭事實上就逐漸接近了那個點 對 如果美歐不能夠再 弄出一輪來大幅 支柱烏克蘭再打一波 那我認為烏克蘭那個點就快到了 嗯嗯嗯 那 這個 所以目前就是這樣的局面啦 你也可以看到俄羅斯 在全力跟 中國打招呼嘛 對 至少普京未來這個六年的任期 我認為他是註定要跟中國 嗯全面結合啊 對 這個態勢應該蠻清楚的 那可是中國大陸 比較複雜啦 因為中國大陸體量太大了 對啊 他不可能只靠一個俄羅斯 他不可能全部靠俄羅斯啦 對 所以他就要多面交往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對歐洲 也是要分國家來交往 是 不同的力道 對 所以 研究中國外交會蠻精彩的 是 因為他的多元性 還有特殊的議題設計 嗯 這個都給學外交的人 一個很好的上課 對啊 尤其在 比如說 亞洲部分啊 他也有很多好朋友 然後呢 在歐洲部分 法國啊 荷蘭啊 德國這些 跟中國大陸關係也都很好 那千錢怎麼看 因為呢 博鳌論壇真的很重要 因為呢 說的是亞洲人可以管亞洲市 習主席呢 其實不斷的在 博鳌論壇當中有些金句 比如說 合作共飲才能辦大事 辦好事 辦長久之事 然後也曾經提出 全球安全倡議 就是在博鳌論壇裡面 推動全球安全治理體系的改革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幹事長 鄧洪森也說 全球大概70%的知識產權 就來自亞洲 亞洲人真的有能力 可以管好亞洲市 我們這邊的歷史淵源 有很很深很遠 好 所以可以看到說怎麼樣呢 中國大陸現在 跟很多國際上的場域呢 是你要跟我硬的 我也不會讓你 但是軟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好好談 比如說來看到 劉建超最近也跟馬來西亞總理安華 有見面 他們就說要管控南海的分歧 然後呢對澳洲部分呢 也解禁了相關葡萄酒的禁令 懲罰性關稅等等的 但小馬可是就鬧啊 說什麼呢 哎呀中國大陸這些都 都是襲擊的 我們會反制 然後呢美日飛 今年也要在南海 進行海上的巡邏 大陸這邊就是我們 堅定的捍衛主權 然後菲律賓這邊 國防部還說 我們不會屈從 自認為高人一等的中國 中國有自認高人一等嗎 好 菲律賓前總統 艾洛宇阿羅約說 菲律賓政府跟人民 不想要戰爭 中國大陸對我們很重要 華春瑩也說 到底誰在挑動南海的局勢 中國大陸是透過對話 解決分歧 菲律賓勢勾連 美國要遏制中國 所以這一系列的看起來 不是非常清楚嗎 一邊講的是經濟合作 互利共贏 一邊講的是軍事對抗 你輸我贏 那我想我還是回頭去把 柏奧講一下 因為柏奧是在2001年開始 有29個國家開始創立 那我們如果回頭去想 2001年那個時候呢 亞洲很多國家才剛剛進入了 WTO 而且在中國大陸的經濟量體上 還是跟美國所主導的那個世界 相差非常遙遠 而我們在這幾年都已經看到了 中國大陸的經濟量體 已經跟美國所主導 就是跟美國的量體呢 已經到了至少80% 如果你用購買力評價的話 就更不一樣了 對 所以那個時候是在一個 非常年輕的一個 發任中的一個區域經濟體裡面 開始討論未來的一些原則 我常常拿這些呢 跟在那個上一世紀中的 亞非不結盟運動來開始對比 因為亞非國家那時候所用的 譬如說互不侵犯啊 是和平共處五條五原則這些 都跟現在的 由中國大陸所主導的這個經濟討論 都很接近 可是當時呢每一個國家 都要去看西方的市場 也就是說西方是下單的人 你無論是製造或者是你將來的銷售 都要看這些買主他所下的單 可是現在經過了24年 柏奧是從2001年開始 所以現在差不多就是兩個12年之後呢 他們今年談什麼事情 他們談亞洲經濟前景 及一體化的進程 2024的年度報告 也就是說整個亞洲的經濟一體化 至少我們光去看RCEP的話 無論是人口GDP跟貿易總額呢 都已經到了全世界 全世界的30% 那家園剛剛又特別講了 從今年開始往明年看的話 世界成長的一半 會來自這個區域 所以他們談的是 第一個是這個問題 第二個談的是 可持續發展的亞洲與世界 也就是那些比較新的 譬如說科技的創新 新能源的革命等等等等 都也是在這裡討論 所以我要挑另外兩句 習近平先生所引述的 他不但說了什麼 獨行快 重行元以外呢 他還引述了這個東南亞國家 說叫玉山一起爬 玉溝一起跨 還有我覺得更具體形象的是 甘蔗銅穴生香茅成蟲長 你看我們其他的國家 可能不常用香茅 可是如果你知道 泰國 馬來西亞 印尼他們都是用香茅的 香料 所以他很快的香茅就是Lemongrass 所以他們就把這整個的區域中間的 共融的這個概念放在一起 那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覺得柏奧現在已經成熟到 可以成為區域一體化和可持續發展 未來韌性發展的一個推手了 他變成一個越來越重要的 而這個中間講到說未來的幾個重點 一個是RCEP 我們剛剛說現在是全世界GDP的30% 好 那美國如果看到他們的預測的話 在2030年 預計會是全球GDP的50% 那他們會用什麼樣的態度來看亞洲呢 再來說全球南方的興起啦 服務業的RTA就是區域這些協定 還有AI的新的合作發展的這些原則 都是現在在柏奧討論的 不是只有在歐洲或者是美國西方 在討論這些未來的規則 而是亞洲人在討論這些事 所以我覺得他最近他們 時常用幾個字來形容他 就是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 那當然他另外一個概念就是說 你域外國家不要來這裡 心風作浪不要用軍事來挑釁 我們自己亞洲人的共融機會以外呢 他們在數字上面已經看到的是 亞洲人買亞洲 亞洲人投資亞洲 亞洲人遊玩亞洲 包含了所有的旅遊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認為我們真的是在面對一個 亞洲興起的這個世代 很久以前我常常講說 我們可以看到亞市場崛起 或是亞元崛起 但是現在呢可能不會是個亞元 因為他直接越過去做數字貨幣 數字支付 但是亞洲市場的崛起 卻是實實在在實打實的 而這中間包含了創新的驅動 綠色的低碳的轉型 數字跟智慧的轉型 最後呢還有一個 所有的價值分配的轉型 共融的這種轉型 那這些東西都不是我們傳統西方的 這個經濟殖民或經濟霸權主義 中間在乎的一些議題 雖然他們也常常說綠色低碳轉型 但是到目前為止 2025 2050或者是2030 2060的 這些真正的目標 哪一個國家投入了真金實銀的大的 無論是基礎建設或者是研發呢 到目前為止還是十分有限 所以當亞洲有一個機會去 真的是超歐感美 我放在引號裡面 難道不會是應該我們亞洲人去擁抱的 所以剛才亮哥特別講了 美國正在積極做的 從北到南日韓 然後接著就是琉球 希望是越過台灣 日韓流飛一路到澳洲的這一條防線呢 我認為如果我們可以盡量的避免 它成為更加的軍事化 更加的高階的軍武化 甚至更加的衝突緊張化 那是我們要能夠有一個亞洲紀元的前提條件 所有區域的領袖都必須努力 對亞洲是一個向上崛起的亞洲 那希望這邊是一個和平之海 而不是兵凶戰危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亞洲這些很多美國的盟友 期望怎麼樣呢 跟著中國大陸對抗對亞洲是好嗎 比如說現在韓國蠻像靠向美國的 還有日本還有台灣還有菲律賓 這些如果真的把它連起來的話 真的對亞洲好嗎 值得深思 大使你怎麼看 因為菲律賓現在就是非常的強硬 所以胡錫進說 你要找死我們奉陪 然後印度這邊也要來攪局 印度外長跟菲律賓外長 見面的時候也說 我們支持菲律賓捍衛主權 希望跟非方加強國防的合作等等的 另外再來看到菲律賓討拍 最近被中國大陸用高壓的水柱噴 結果這個人受傷了 還公布這個傷者照片說 你看中國大陸好壞 害我們一個人還要縫了13針 另外中國大陸這個 看得出來一戰成名 就是高壓水炮 真的是很強 因為它又是中國大陸黑科技了 中國大陸的製造真的很強 中國大陸的水炮 最大流量跟高壓射程 超過了100公尺的高功率高壓的水炮 還被說裂入了出口的管制品 然後菲律賓現在用科研的理由 登上了鐵線膠 日本人也參與 但是中國大陸直發出現了 讓菲律賓也是真的很尷尬 那更別說你真的不要逼中國大陸 填中葉島 因為鐵線膠旁邊就是中葉島 中葉島是你搶了中國的土地 大使 其實就是說南海這個爭議 有人說它是實還是虛 還是說它利用它爭議 來達到各國國內的政治目的 因為你比如說我們講鐵線膠來講 那鐵線膠在高潮時候 事實上是沒有浮出水面的 對 你看到上一 你看到那個媒體上對不對 報導 他們去了30幾個人上了那個膠 它其實一片就是一片 一片這個就是珊瑚沙的一個 對 就長這個樣子 我們近一點你會看得出來 這是低潮的時候才有可能看到 對 退潮了 退潮才出來 高潮的時候根本沒有出來 那請問一下那邊爭什麼 對啊 你就不要爭什麼 它那34個人上去以後 中國大陸用這個直升機掃一掃 他們就已經受不了了 沒錯 對不對 而且高潮水 這個潮水上來以後 他們也沒辦法在那邊待 沒辦法 可是它今天就要玩這個東西 那我們要思考它可能有深一層的 因為它現在那個地方也不能住人 也不能捕魚 對不對 你說那個水下資源的開發 菲律賓還不具備那個能力 你說那個油氣的探勘 菲律賓還要想找中國大陸一起來合作探勘 那到底為什麼 其實從這個馬可世 他這一串的作為下來 事實上他的動機跟他目的 已經引然若現了 第一個他有政治野心 國內政治野心 他想修憲 他一任做一任總統 他似乎是不太不太不太滿意 對 那事實上的話 他這個要修憲 他要鞏固他在國內的政治力量 政治地位 他就不斷的在南海聲勢 那你看他現在搞到現在 事實上的話 他已經 他的這個好支持度 因為他當選的時候 那個勉強過過五成 到現在已經六成五了 對 所以玩南海這個遊戲 對他來講 對他提升在國內支持度 看起來效果很好 那這個過程 又不斷的製造危機的情況之下 他也給菲律賓的軍人 很多怎麼講 很多利益 比如說我要修軍事基地 我要買這個軍事裝備 我去想幫你從美國 從日本那邊 抗一點東西過來 對不對 然後給這個軍人的社會地位 得到他們的舞台 軍人是要靠打仗的 對不對 軍人如果每天都成平的話 軍人真的在社會 忘記他的存在 對 所以事實上他這個軍人 事實上 可能目前他對軍方的這個掌控 隨著南海這個情勢 他不斷的攪動 他對菲律賓的軍隊 他有怎麼講 有逐漸掌握實權 這個跟他未來要怎麼講 要更改這個 等於說這個憲法體 菲律賓的憲法體制 他有一個比較強的權力基礎 所以這樣子看起來 這個馬可是不是傻瓜 他講的話 他的目的 事實上 可能是就是在這邊 他現在可能要修憲 因為他前一陣子已經 講出來以後 杜特帝說 你要修憲我就搞獨立 對 可是說是這樣說 到最後還是要看民意 還是要看什麼 看誰掌握住這個情勢 對 所以你可以看 現在馬可是正在一步一步上 鞏固權力 各方面都在都在增強 另外一個就是馬可是本人 跟美國的關係 對 這裡面有人說 馬可是在美國 100億美金的家產 這個等於被美國人 插住他的脖子 你說他能夠告訴別人說 我在美國 100億美金財產嗎 他不敢 那是他爸爸不知道怎麼弄來 這些財產都不得 見不得光的 對啊 都見不得光的 那美國人把它吃掉了 他敢坑氣嗎 他也不敢坑氣啊 這是他更脆弱的地方 所以你看他跟美國的合作 可是 美國人幾乎是做了 美國人的馬千足 對 那可是問題就是說 到了關鍵時刻 你看 美國方面說 哎呀 如果說如何如何 現在譬如說造成人員傷亡 就可以引發 這個就可以 就可以 等於就是說 美非共同防禦 就可以引用 美非共同防禦條款 然後進行聯合防禦 對不對 可是啊 一講到這裡的時候 馬克思就往後退 他還不到這個程度 我們 並不會引起這樣子的狀況 現在還不到 談這個的階段 所以你看他 基本上他並不是希望 把這個 在南海的這個 騷擾戰術 把他真正推到戰爭 就把他變成戰爭 他是用這個 在南海的衝突呢 達到他國內的政治目的 和他個人 然後對的財產 起碼在他任內 不要被美國人 那麼一聲令下 就把他 就黑吃黑了 這是這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南海這齣戲 基本上 馬克思會一直演下去 會一直演下去 可是我覺得 大概也是 僅止在這個程度 你說再繼續往上升高的話 事實上 目前看起來 這個可能性不太大 而中國大陸事實上 現在講到 比如說牛二礁 比如說這個鮮兵礁 這幾個現在比較接近 在中國這個大陸 這個南海諸島裡面 比較接近這個小三角的 這幾個 這幾個 幾個這些 現在也是怎麼樣 也是珊瑚礁 這種這種部分 中國大陸 事實上 以現有的軍事佈局來講 是不需要再填了 因為他已經夠了 那小三角 已經cover那些了 可是我是覺得 某一種程度上 事實上 中國大陸 也可以在這些礁上 是 做一些據點 然後就跟現在 在這個 這個黃岩島上面 他基本上 就把你的什麼 就把你的那個珊瑚 那個環狀珊瑚的入口 把你封起來 對你就別想進去捕魚了 那事實上 他事實上 在裡面的蟹湖裡面 事實上有大量 中國大陸鐵格船 這可能是中國大陸 可以做的一件事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不管是牛二礁 或者說 這一次的 這幾個地方 你中國大陸 永暑礁都很近 永暑島 都很近 所以事實上要支援 你可以看出來 這一次這個 有人說 看到那個直升機 直升機 直升機 就表示附近有什麼 附近有071 075 這兩行的 這個兩棲登陸艦 對 那上面 075的話 事實上的話 他完全就是一個 他將近四萬噸 四萬噸 上面可以載差不多 將近二十幾艘的這種 登陸艇 不是 就是直升機 直升機 所以人家說 就在附近 那這個四萬噸的 這個好軍艦 去了停在哪了 當然就是附近的 你比如說好這個 這個美濟島 美濟島 美濟島 這個附近都很 都很 都很足夠 那問題就變成 菲律賓這種騷擾戰術 他也想 可能也想再 比如說這樣 牛俄礁 鮮兵礁 這幾個中國的 這個 島嶼 島礁之上 他可能也想玩 這種 長久住人的 就跟馬德雷三號 一樣 拖一下這個 其實他只要做這個 就可以 立刻緊張起來了 可是呢 他現在只是騷擾 只是騷擾騷擾 那就是問題 這個升高 我認為不會一下 變成軍事衝突 升高升高升高 到什麼程度呢 就看誰再採取 具體的行動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們下面觀察的 一個據點 對 沒錯 那個南海局勢 這個是亮哥已經說了 這一個月 你還未常聽到 因為美國就是要 拉著菲律賓 好 我們提到呢 這個美國三海 圍中國大陸 那我們當然不希望 台海被捲入戰爭當中 但是呢 來看到 美國智庫呢 傳統基金會說 全球抗中的戰爭當中 台灣就是主要的防線 好 另外呢 美國智庫呢 太平洋論壇的這個 老師 海明斯也說 北約集體防衛 沒有包括夏威夷的話 那怎麼阻止台灣 被入侵呢 為什麼要排除夏威夷呢 另外再來看到 說到了台灣這部分 不要兵凶戰危 所以馬英九這個時候 訪問中國大陸真的很重要 4月1號要訪問中國大陸 為期11天 4月8號傳出會有馬錫二會 蕭旭成就是馬英九辦公室 這邊主任說 客隨主便 另外也傳出來說 也有其他的大咖 也要訪問中國大陸 也許是王金平嗎 就綠營這邊論點是什麼呢 就說馬英九啊 你去中國大陸 就是為了怎麼樣 要影響賴清德520就職演說 但是呢 美國其實也很緊張賴清德吧 IT主席羅森伯格 他也要訪問台灣來 這次三個月呢 他二度訪問台灣 也要凸顯關注賴清德 就職的演說 我們來看到馬英九 這次的行程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來看看 亮哥你怎麼看這次呢 馬錫二會 第一個呢 他會先到深圳廣州西安 西安來到5號到6號都是 7號8號9號10號 其實是到北京了 所以傳出來說 4月8號會不會舉辦呢 馬錫二會呢 更別說他還要參觀北京故宮 我知道亮哥剛從北京回來 應該沒時間看故宮吧 沒有 有去看別的地方 那個馬英九我覺得 即使有二會 那重點是在於馬英九 提出什麼訴求 我現在目前有一個傳聞 說他希望能夠 然後講互不否認主權 然後尊重互相的治權 那這個是滿 這個是很高的議題 很高的議題 回到九二公司了 對 但是這更具體 他當然 是明白說 可是當時的精神也是這樣 對對對 他大概就是要說九二公司 就代表這個 謝謝 那這個如果習主席真的有回應他 那這算是大新聞 那是非常大 對對對 因為 坦白說 那個民進黨以後再要說九二公司 就是一國兩制 那就 那就沒有 就慫了 就是胡說八道 對 坦白講這個我們就台灣的角度來講 也是幫賴清德解套 是 而且這個也會連動到金門現在碰到的問題 因為互相尊重治權 是不是意味著執法線也要互相尊重 對 不過是不是真的這樣我不知道 我是聽到一些 有些消息 藍營的人傳出來的消息 坦白說如果馬英九只是像上次這樣 只是說有提到中華民國 然後走過國民黨的種種歷史文化遺跡 那就是他的個人之旅 那不會有什麼大新聞 那個我們講就可以了 對對對 沒錯 所以真正的重點是 就是你剛才講的那一個 他提出什麼 然後習主席如何回應 對 然後接下來再看賴清德 就民進黨政府 怎麼接招 跟國民黨立委員黨團 還有朱立倫如何回應 對 這個才是連動出來的政治效應 沒錯 所以關鍵就是他提出什麼數據 關鍵 事實上我最近在電視上 我就 我就真的是這個 這個 誠摯希望馬英九先生說 你不要害怕 你就代表百分之六十 對 因為賴清德就是四十 因為賴清德只有百分之四十 沒錯 你如果要代表台灣提出一個 和平發展之旅 你就要勇敢認定自己就是代表百分之六十 那怎樣的主張或訴求 對這百分之六十是相對有利 對 要勇於表達你的信念 這個不要退縮 因為 這次坦白講大陸是 我覺得習主席是經過思考的 不然不會在這個時間點 因為是在五二年之前 這個一定是一種刻意的安排 那這個當然就意味著 他希望兩岸不要出大事 那當然就是你剛剛講的 從東海到南海 希望三海連動 那希望台灣不在裡面 對 台灣不要在裡面 對我們也好啊 是啊 我同意啊 那可是 所以昨天有一位將軍就講嘛 說馬英九你這個是一個關鍵期啊 你如果訴求得好 然後習主席有比較好的回應 會連動到民進黨跟國民黨 來跟進做一些回應 那整個氛圍會不一樣 對 所以 因為這個時候坦白講 也沒有像他這麼有份量的人 那雖然有傳出後面可能是王金平 下一個 可是 但是畢竟 可是兩岸的主張 畢竟是以馬英九為主 是 這大家都知道 那你也可以去思考說 為什麼 大陸高層選定的人是馬英九 而不是朱立倫呢 因為朱立倫是黨主席啊 理論上也可以 馬朱 對啊 馬朱的黨主席見面啊 理論上啊 那這個當然朱立倫就要 好好思考你在兩岸有沒有過積極的主張嘛 那可能人家就覺得 可能 你沒有得到很多人信任 對 這個是還蠻現實的 是啊 那當然對大陸來講 他如果要營造一個兩岸比較好的氛圍 還有能夠重啟某種架構 那就變成朱立倫跟賴清德 就是沒有被考慮在內 就是這樣 這個很 很直接了當 對啊 所以羅生伯格也來 我並不認為羅生伯格是 要阻止這個或誰 我認為不是 但是他們可能更擔心賴清德一點 對 所以要比較確認 他的就職員說 不要亂來 能不能夠 符合美國的希望 就是 他們是擔心賴清德的講法 是不是足以穩住 因為賴清德的判斷可能是錯的 因為 習近平畢竟跟拜登見過 美國王毅跟布林肯等等 我認為他們相當了解 道路的想法 什麼樣的東西叫做沒有到位 這個衝突可能就會繼續再下去 而且你去想一想 明天 你也知道金門就要進入實戰射擊 連續三個禮拜對不對 坦白講這個沒有處理好 是很容易出事的 這是敵意螺旋不斷的加高 而且我目前已經看到一些聲音 開始出現 是 就是 他覺得民進黨是故意的 對 OK 這聲音已經出現了 而且有一個地方距離下面只有四公里 就是施雨 對施雨 那門虎雨你也知道 那是劉武店 他正在填劉武店的航道 那瓦泥川 就會這邊過拉 難道你就要直接往他的方向射嗎 因為這個不是你有沒有打到的問題 而是你打到我的方向 那這個就是充滿敵意 沒有 因為只要實彈射擊的話 通常會畫出 你就不要過來 那這個很危險 通常會反方向 對 就是完全避開你 避開 完全碰不到 可是這個是明顯有可能碰到 對啊 因為是同方向 對啊 那同方向都沒有打招呼 沒有商量 那這個就是敵意 這個一定會被認知為敵意了 對 是 所以呢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因為四月的時候 以前四月都是在 附星雨在廖樓灣這一邊 對啊 或者是本島這邊往另外一邊 往東南 對 就都會往東南 對 因為倩姐在進門待過 她非常熟悉 所以四月的時候 真的是你看 兩岸這邊 真的有一些衝撞的可能性 譬如說金房部 四月三號 會在蒙古語這個地方 進行實彈射擊 當然它是整個都有 這邊也有 東東都有 本島也有 這邊也有 所以可以看出來 四月真的沒弄好的話 真的有可能會擦槍走火 所以另外來看到 所以馬英九這次行程 非常的重要 因為替兩岸的和平 開了一扇窗 另外來看到 ART主席羅森博訪問台灣 那也是很有意思 第一個呢 跟賴清德有相關 另外呢 會不會也是跟軍武有相關呢 這是美國商務部的 國際貿易管理局 他公佈說 其實要針對台灣 無人駕駛飛機系統 跟反無人機的相關任務 要在2024年的 9月22號到25號 要來跟台灣來 是要來賣武器嗎 那更別說 中國大陸現在 因為軍事崛起 美國現在也步重兵 希望要武裝台灣嗎 現在看到 他要給台灣 四架無人機 MQ-9的無人機 那更別說 美國在去年的時候 也已經有水下無人載具 黃海曼也已經 進行相關的測試 說今年也要來 蒐集相關情報 會不會用到台海 會不會用到南海呢 好 我先接著講一下 羅森博格應該算是 在賴清德當選之後 來的第五波 對 比較高的高管 所以在賴清德當選之後 一二三四五已經第五波了 那麼剛才也特別講到了馬錫會 我認為大家對於馬先生的期望 就是他上一次的馬錫會 基本上是他個人的歷史定位 跟歷史工業 當時的情勢並沒有幫兩岸 做出什麼具體的 有開創性的作為 而現在在兩岸這麼危險的時候 而且雙方的溝通已經幾乎中斷 應該說是跟民進黨政府的溝通 已經中斷的情況之下 若是他能夠重新開啟 或是建立起一個和平之橋 溝通之橋 讓我們兩岸呢 可以避免民族的浩劫 跟生靈塗炭的話 這會是他真正的歷史工業裡面 最重要的一頁 那同一時間呢 羅森博格到這裡來 他會見蔡英文跟賴清德 那麼當然在過去來的幾次中間 有些是非常不尋常的 非常短的行為 那這一次 剛才嘉元特別講到了一個 我覺得可能看起來 就是對於美國目前 對於台灣的軍事的想定 已經從前一段日子 叫我們去買刺針 手榴彈 逐漸的轉為比較高階的無人載具 所以剛才講的那個 9月的這個mission 是在美國的政府公報裡面 所以如果你現在去查3月7號的 Federal Register 你就可以看到 有一個特別的mission 是要到台灣去的 是屬於商業的 那這個中間呢 它有四頁 那我就只挑了一頁給大家看 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要去做 incrued aircraft system 就是無人機 還有反無人機 另外呢還有安全系統 直管通勤系統 和水下的無人載具 並且還加上了 Air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等等 就是整個全套的 所以它這一個新的公告呢 就是在請各個不同的商業的 這些機構或者公司來參加 那中間講得比較清楚的是 他們到台灣來的時候 會由AIT來給他們做中間的對接 並且AIT呢 會用他們非常龐大的政府資源 替他們安排最合適的對象 包含了國防部 中科院跟漢響 所以說這個9月22到25 來台灣的這一個mission 就是算是貿易發展團吧 因為它找的都是 現在在做軍武的這些公司呢 它會是美國對於台灣的 軍事想定中間再下一步 就是它會用更多的無人載具 所以你會看到現在為什麼 忽然之間我台語叫做無台無機 就沒事 就聽到說美國人 要來訓練我們的人 去用無人載具嘛 那事實上呢 後面的這個生意呢 是安排好的 所以馬英九先生去 是要避免我們的生命有問題 生靈塗炭 他要避免這個最怕的 有美國的劇本裡面的 最終的那一步 而對於美國來講呢 卻是非常好的生意 因為他們也說了 2021年台灣呢 有92億的採購 差不多將近3000億 中間呢39.5% 是來自美國的來源 對 那美國政府呢 也對它的國會說 在2019到22年呢 有18.5億 就185億的採購 就是類似於5900 將近6000億的台幣 那麼這是他們的 The Foreign Ministry Cell 就是外國軍手 是向國會去報告的 那最後最重要的是 他告訴他們說 在我們國家已經說了 在台灣已經對外宣布 2024年的年終 就是Mid Year 不是年底 是年終呢 要採購3200架無人機 在5年之內 會有好幾倍這個數字 表示是一個非常龐大的軍武市場 那這就跟賴清德最近去看了 第一架潛艦 第一架潛艦 第一艘潛艦 又說他立刻要再做7艘 其實是一樣的 他要對全世界 尤其是以美國為主的軍武市場說 我們會買8艘潛艦的戰鬥系統 跟武器系統 已經有一艘嘛 還並不完整 那另外還有7艘 所以他對外面所送的訊號 其實是台灣將會花非常多的資源 去大量的購買軍事武器 所以也就像全世界的軍火商 跟這些以軍火為生意的人 送了一個非常大的信號 我們所在乎的生命 其實是美國軍火商的生意 哇 現前講的這段 講得太精彩了 我們是生命 那美國看到的是很多的錢 因為台灣這個油很好買 覺得說賣什麼你都要買什麼 而且現在因為民進黨 一面倒的靠向了美國 所以這個錢真的不賺百不賺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控 請你嘗嗨 展示階